第五題 已知數線上有 A B C三個點 OK 我假設 A點是-3 那B點叫做1 OK B點叫做1 C點叫做X 好 那到底X在哪裡 有可能在這裡 我假設在這裡好了 C點叫做X 那如果我今天要讓 A C的平方加上 B C的平方的值是最小 那C點會在哪邊 C點會在哪邊 來第一個 A C的長度怎麼算 不就是X-3 對不對 距離是用兩個相減 所以 A C的長度就叫做X-3 的平方 那B C的平方呢 你可以用X-1 也可以用1-X 因為你說老師如果C點在這裡 那也可以用1-X 但不管 1-X的平方 或者是X-1的平方 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 VC的平方呢 我們把它寫成X-1的平方 我要求這一個答案的最小值是多少 所以 展開 X平加6X加9 加上X平-2X加1 等於 2X平方 加上4個X 然後再加上10 所以等於2倍X平方加2X 然後再加上10 OK 來配方法 補一半的平方 這裡加1 這裡總共-2 因為2乘離 所以整個多了2 這裡要-2 就等於2倍的X加1 括號平方 加8 所以我這樣子的概念就可以知道說 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 老師把它寫在這裡 當X等於-1的時候 它等於-1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得到那個 長度的最小值是8 所以C點是-1 好 那老師就把這一個圖畫掉 這邊 反正我現在已經確認 C點的位置 這是1喔 B點是1 所以C點的位置是-1 所以C在哪裡呢 C剛好是AV線段的終點 所以第五題答案是豬